娱乐中心综合报导罗志祥演出片段 图翻设画 有亚洲舞王之称的罗志祥 二度街下花莲太平 观光节跨年演唱会跨年压轴 吸引大批粉丝观 他强大的舞技与气场 被认为在台湾目前一人算是顶尖的 关于本届的跨年活动 PTT上就先起诸讨论 不少称赞他今年的精湛演出 稍早PTT八卦版网友发文 以罗志祥连唱跳十首史上最强为主题 论罗志祥的表现 他在文中表示 前面还被韩团打的台湾艺人 亚洲舞王登场后直接调阅全台 是不是太强了 不少乡民对罗志祥的表演赞誉 加图翻设字PTT 他更点出惊人的一世纪 也就是罗志 几乎是连唱跳十首 还脸不红气 不喘 何况花莲线还下大雨 也没有受到影响 舞蹈相当稳 除了这 网友之外 有多篇推文都谈到罗志祥现场无敌 八 罗志祥超猛的对吧 罗志祥的舞台魅力太强 八 在跨年夜时段的八卦版 俨然成为了热门交 针对 今天的表演 小猪透露 其实今年初就有许海内外跨年邀约 但小猪依旧只待在家乡陪家 及粉丝一起共度 单纲压轴小猪坦言压力比去更大 因此11月从美国巡演回台后及投入密集链 30多分钟不断电唱跳 高水准演出果人正名亚洲王的超强实力 且书情歌和快歌穿插不见小猪 超强体力完全超越年龄 且花莲因为大雨 罗志被淋湿 虽然头发被淋塌 但依旧帅度不减 不减